在这个每一个人都一期在非兴的手机的时代 大家每天都已经很习惯透过忙碌和轮廷在联络感情 南大管政府文化局就为特别国民众可以更加便利 来了解文化局的上官主信 也在手机的轮廷来设一个文化局的专属联络堂口 只要自己变作朋友 就会在最快的时间知道文化局最近在办什么外团和电线 最多的方便 扫着QR口就可以中南大管政府文化局跟你的朋友名单来面 可以第一时间来知道最近文化局有办什么外团和电线 让民众认识说实在是很方便 以前都要上FB或者是网站去找这个展览的资讯 那现在只要透过LINE可以很方便的及时知道新的展览资讯 那我们以后就可以找同学一起去参加展览 很方便 为了要让民众不必经常就网站来找文化局的外团和电线的资料 这次文化局在LINE头上建立一个官方账号 来跟民众最朋友主动团资料给你 现在也推出了用LINE加入官方的网站 那就可以成为文化局的好友 加入了好友之后 我们未来文化局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讯息都会透过这个LINE的管道 通知到你的手机 所以您可以随时掌握文化局所有的任何的动态跟讯息 那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多多利用 第一次所有的民众可以先去网站 头上找文化局的QR口信用条码来加力 那是找没有免得到金也可以打开LINE来的官方账号 打你找南岛管政府文化局就可以看到 那第一个方式就是先打开你的LINE 然后到官方的网站里面搜寻南投信政府文化局 那这样就可以加入好友 第二个就是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 那去扫描它的QR口就是行动条码 那扫描之后就会跳出是您的好友 那就把它加进去 现在是每个人都有一支抵护新的手机 大家是每天透过网站利用LINE来开港 也将将变成生活中跟别人联系交通的关注 那让官政府文化局也特别来建立官方账号 让大家不用再自己去政府机关来找资料 是利用这种自己LINE的方式 来主动将资料团阅民众是相当的方便 也希望大家来度假利用 记得你迎算彩虹报道 会计划 好可怕 就会找到我们下轻航的方便 要继续 我们下轻航的方便